暑假快到了 不少家长在为孩子安排暑期的营队 位在花莲基奇村高山部落 有一处适合孩童、青年和成人的亲子营队 让家长和孩子们在森林里头 可以认识自然的生态地形 还可以透过体能游戏挑战自我 从一天的体验到四天的深度体验 让全家人都可以有一个一生难忘的回忆 高山森林基地位于基奇村高山部落 以连结土地发展部落产业为目标 积极开发体验活动、营队 还有露营等等方式 让来到基地的大人小孩 都可以找回与自然连结的方式 也能够找回自己 我们不只是做攀树运动 我们很希望把这个 在这个部落里头 其实有一些很好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有时候就是一个人 怎么样更健康的活着 或是一个人可以怎样更有自信 更有勇气的 在面对生活上面一些困难 我们可以透过部落的一些故事 透过冒险活动的包装 或者甚至他们走进大自然 跟大自然有个互动跟连结 把这样的故事 把这样的精神带过去给参加的人 今年暑假高山森林基地 推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营队 从学童到青少年 甚至于是成年人 都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营队方式 有认识自然生态 人文历史 还有趣味活动和体能挑战 从来不曾有过的体验 会让参与者有一生难忘的回忆 亲子的部分 我们就希望他可以更多的去了解 在我们部落里面的 这个自然生活的那种样态 而且是就是亲子一起来 就是有一种共同生活 在这里的生活其实是什么样子 所以如果是这个营队 我们叫做叫我野孩子 就是一个亲子营 那我们会带他 不只是在这边生活 其实会往比较深山里面走 对 所以就是更体会到部落过去的这种猎人的生活 其实是什么样子 那第二个是青少年的潘树营 那我们就叫树立自信 刚好就是跟这棵树有关 所以透过潘树 我们希望青少年学会自信建立的方法 因为潘树的自信不一定会变成他未来在人际互动 在他的功课上或是自己的未来方向上能够有自信 那未成人的就会比较是就是真的成年成人可能工作了在职场上 或通常一般大家也会在都会 所以很少有接触大自然的机会 那有一些人也会渴望 所以我们还蛮喜欢就是真的蛮渴望这种大自然接触 那就很欢迎他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拥抱森林 贴近自己 高山森林基地提供多样与自然海岸布农族文化连结的方式 带参加的民众可以在心灵成长中放松中找回心中的森林 也从中寻觅自己 相关的活动讯息可以在脸书 或者是Google搜寻高山森林基地来了解 借旅会蜂蜜香报导